各位視頻朋友 我手上拿的這個叫日本兔獅子 它是一個慢性的植物 它會爬在我們的植物體上面 所以你看到樹上掛滿的黃色的 像麵條一樣的植物 就叫做日本兔獅子 如果看到這種兔獅子 必須要把它整個拔下來 然後消毀 然後用熱热色印走消毀 因為它這個反殖力非常的強 不能隨地亂丟 亂丟它又會再繼續反殖生長 所以看到這個植物體上 含護這樣的黃色的日本兔獅子的話 務必要整個把它清除 然後要送到垃圾埋廠 或者是文化廠去做處理 避免它繼續反殖危害 條狀類似油面的日本兔獅子 誘金會攀附技主植物 吸取枝幹養分與水分 使覆蓋植物逐漸枯死 大概是在十幾年前 開始出現了一種 入侵台灣原生森林非常嚴重的植物 叫做日本兔獅子 那我們在看到這種植物 最早出現的季度 大概是在台中的太平寺附近 以前叫太平寺現在叫太平區 那最早在那邊發現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些植物學者提出警告 就是希望說這樣的東西 政府要趕快重視到 不然它開始進入到台灣的原始森林就不好 那日本兔獅子這種植物 它最大的特性就叫寄生 它會攀在別人的樹上 然後藉由它的根部 進入到別人的樹枝裡面 然後去吸收養分 這種是很純然的百分之百的寄生植物 它本身沒有葉綠樹 所以它也不太能夠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就靠這種寄生 把人家一棵樹的樹枝吸乾 吸乾之後 就等於是 那棵樹就死掉了 所以呢 這很像是樹的寄生蟲一樣 台灣其實本身有一些兔獅子 不過台灣的兔獅子 基本上都是我們講的 它就是寄生在草本植物 它不太會爬到樹上去 基本上不太會爬到樹上去 但是日本兔獅子不一樣 它其實大部分來講 都會去寄生在木本植物身上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 它的寄組基本上都是屬於 我們講的橋木 甚至灌木等等 所以 那我們一般的兔獅子 其實它的整個花是比較短 比較胖與比較圓的 日本兔獅子是比較長筒型的 所以從花裡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相對來講 其實兔獅子它的 尤其是日本兔獅子的果實結出來之後 其實它的字意很多 那它又在樹冠層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三鳥來來去去之後 吃的果實就走到哪裡 就拉到哪裡 所以它的傳播機制很特別 就是我們 如果讓它持續在這樣的一個樹上 只要一棵樹 結了很多果實之後 只要幾隻鳥來吃一吃 然後就到別的樹上去 隨便大一下 那你就可以發現 那棵樹大概就被寄生了 所以我們不太可能去 去防止它的傳播機制 所以我們只能從根源來處理 那我們在太平發現之後 其實陸陸續續在大根地區也發現了 它的開始有逐漸擴散的現象 而且它逐步的往北往南的擴散 所以這樣的擴散現象 其實我們一直很擔憂的是 它這種我們講的 日本兔獅子這種寄生植物 寄生植物的意思也就是說 它的根會在這個木本植物上面 就會透過它的根 扎到那個木本植物裡面 直接去吸取那個木本植物的養分 所以它用我們的概念來講 它就是一個吸血鬼的概念 在我們大坑的整個的步道裡面 有很多的日本兔獅子 其中2號、1號、3號都陸陸續續出現 比較多的它們就是在1號跟2號比較多 我們中部有很多這種原生的落葉樹 其實是它非常喜歡的一個季組 那在過去那一顆 那顆血統大概就是已經完全看不到葉子了 所以那顆的整個季組的時間 看起來已經大概在這一兩年 應該就差不多它就會全掛掉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看得出來 整個日本兔獅子它入侵到一個環境之後 慢慢的在這個地方很多 尤其這種半弱葉性的樹 其實你在這邊都可以看到 它整個寄生之後不同階段的過程 最後就導致於這棵樹就死亡 所以沿著這樣的溪谷 它本身來講 就會生長一些半弱葉性的橋木的情況之下 這個日本兔獅子的擴增能力 跟它摧毀森林的能力其實是滿強的 所以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對於整個台灣的森林 其實是長時間下來之後 台灣的森林會一塊一塊被它們解體 所以這東西對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它有必要去移除 可是它移除比較麻煩是 因為它的根系已經進入到這樣的 季組的枝條裡面 所以這種枝條裡面 你很不容易去拔 說我把上面清完就好 不像我們在清小花曼子 你拔一拔就好了 因為它的根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一旦發生季組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就是 它所有有寄生的枝條 全部要砍掉 砍掉之後它要拿去燒 所以凡是有遇到這樣的情形 如果您發現 整個樹上掛滿了 很像我們吃的那個 羊肉羹麵的那種 黃麵條的時候呢 請隨時通報 我們台中市農業局 那這部分 我們大概可以希望 透過農業局的協助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來 來防止這樣的一種寄生植物 在台灣造成很大的森林危害 這棵榮樹 基本上我已經觀察很多年了 雖然在這邊寄生了 可是這棵榮樹 對它來講 這個寄生植物 它似乎每年還是活得這麼的旺盛 所以在這種 我們講人為的環境當中 那在這裡面 它又種了羊體甲 種了台灣卵樹 種了 呃 榮樹 那這個地方 大致上它都會爬 可是我們現在觀察到就是 雖然它 長得很密集 但是 呃 這部分 對我們來講 呃 感覺這棵榮樹 依然是活得還不錯 那可能是在這樣的人為環境底下 人類有足夠的養分 或是足夠的水分給它的時候 基本上 它是可以撐過 那個 這些寄組植物 努力去吸收它 養分的那個季節 日本兔子子其實 我們之所以對它 會產生一個恐懼 是因為 呃 森林是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守護省 所以 如果它一旦 進入到台灣的森林 去摧毀台灣原生森林的生態系統的時候 那 對台灣的整個森林的生態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 這也是我們一直很積極 覺得日本兔子子 現階段雖然它的問題還不是很大 可是我們必須在 在雞早的時候開始在處理 我覺得 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周遭 是我們共同生活的棲地 是很重要的 呃 就是嚴格講就是說 我們也是依賴這個生態系在生存的 植物需要陽光水分 空氣嘛 那我們 人類還更需要的是食物 如果我們沒有把 呃 外來種移除的話 那我們的 食物 會沒有 這幾種植物裡面 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就是當 這些植物如果在台灣的森林 維持得很好的時候 這些植物都沒辦法生活 所以 其實只要我們能夠生活受到 能夠維持一定的遮蔭度 這些植物自然而然 就沒有辦法有它生存的空間 但是因為就是因為 我們人類的干擾 大自然的 大自然的一些 一些災害 會導致於 讓這樣的植物 有一些生存的空間 所以我們盡可能 在我們人類的生活環境當中 人類製造出一些干擾的環境 如果可以透過 一些人 甚至每個人 能夠有警覺 隨手拔掉 其實這些的危害 就不會是危害的 外來入侵植物 迅速散播 以嚴重危害台灣山林 如果國人能清楚認識 外來植物生長特性 在登山過程隨手移除 這能減少外來植物增長 達到守護這片土地的目的 為了 為了